我們現在跟著福建的彩線團 是要搭船從南竿前往北竿 雖然這整個航程只有15分鐘 不過因為今天馬祖師刮起了九級正風 所以可以看到風浪是相當的強勁 強風掀起白頭浪 海水持續拍打在玻璃上 馬祖大風成了福建彩線團 前往北竿的一大考驗 馬祖仍形容今天搭船就像搭海盜船 那個風是非常的大 有點像我們福州刮台風的樣子 挺過強風抵達北竿 彩線團前往全馬祖最完整的 閩東建築群 琴碧聚落 消滅豬毛漢堅 所以在我們這個是歷史產物 各位不要太計較 不要太計較 聽導遊介紹反共標語 大陸彩線團沒刻意回避 不過也沒向多數遊客停下腳步拍照 因為天氣炎熱 很快進到咖啡店休息 到了過去每天對著大陸福建沿海 新站喊話的馬祖播音站 大陸年輕團員還玩了起來 馬祖戰地遺跡是吸引遊客的一大賣點 兩岸民間交流不因為官方互動緊張 而有所影響 但馬祖旅遊業者坦言 雖然相當期待開放陸客來增加收入 但馬祖餐飲住宿接待量 還有很大進步空間 因為我們馬祖這邊資源有限 飯店也有限 餐廳也有限 忘記的時候台灣過來我們都站滿了 接電量沒有 如果台灣過來一起搶泵 當然我們一定是接台灣的 夏天旅遊旺季 光是台灣本島客人都消化不了 更別說想多賺路客的錢 馬祖旅遊想把餅做大 相關配套還得跟得上 TVBS新聞 林明珍 陳旭毅 馬祖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